想了解世界,就关注局势很简单 格拉西莫夫与俄军战术思想 1.来自喀山的军校优等生 在本文的开头,局势军不得不进行一个声明 虽然此文是写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 格拉西莫夫·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大将 但是很遗憾本文无法揭秘此人目前的下落 像俄罗斯这类强权国家 克里姆林宫这样的机构就是一个刷成红色的黑盒 对外开放的接口僵化低效,几乎等于没有 感兴趣的人只能通过他们的种种外部政治行为 去逆推其内部的运作秘密 因而推出的结论除了满足猎奇者的好奇心外 并不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在消息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 任何推测格拉西莫夫生死去向的尝试都没多大意义 我们只要耐心等待即可 就像你等待考研考工考编的结果那样 即便俄罗斯政府不给外界一个交代 时间也会给大家一个答案 今年的1月4日 乌克兰军队用法国援助的导弹 袭击了克里米亚一个军事基地 造成一些俄罗斯军官伤亡 当时就有传言说 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袭击中重伤或身亡 从那以后到今天已经整整一个月 格拉西莫夫确实没再露过面 他的工作也由其他军官接替 开会时他那把椅子上坐着别人 在这种情况下 有关他已经身亡的消息 此起彼伏也就不奇怪了 但本文不讨论格拉西莫夫的生死 而是详细讲述他的成长之路 及其军事战术思想的形成过程 献给那些对这位神秘人物感兴趣的人 以免某一天他付出的新闻刷屏的时候 米竟然发现自己并不了解他 因为俄罗斯的传统政治文化 以及权力集中的需要 外交部门和宣传部门 把俄罗斯总统普京塑造成了网红政治家 在他狂热的粉丝眼里 这个身高一米七的男人无所不能 但是根据人生经验 网红往往不是最具真材实学的人 他们擅长把有限的才华 发挥出无限的效力 让外行顶礼膜拜 纷纷掏钱买走捷径的经验 如果考察学历学时军事素养战争经验这几项指标 格拉西莫夫才是俄罗斯最有实力 坐网红政治家的人 然而他的性格一向低调 以至于现在低调到人都不知道在哪 格拉西莫夫1955年出生于俄罗斯喀山市 现年69岁 比俄罗斯总统普京小三岁 他山位于福尔加河的一个大拐弯处 在莫斯科以东450英里之外 那里有大量沙皇时期的古老宫殿 因而是俄罗斯历史文化旅游名城 又因为喀山是达达自治共和国的首府 在长期的政治关照下 发展成为重要的交通和贸易枢纽 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后 斯大林就把机器和厂房 大量迁往喀山作为大后方 因而喀山还有大量苏联时期的军事企业 顺便说一句 斯大林有恃无恐的二儿子瓦西里 老在莫斯科最熏熏的惹祸 最后被赫鲁晓夫流放到喀山 并因为醉酒长眠在那里 享年41岁 对格拉西莫夫产生关键影响的人 是他的叔叔 他这个叔叔二战期间 是苏军一名坦克连长 在整个家族那时相当的出息 在那个信息匮乏消息闭塞的年代 这位见过世面的叔叔 添油加醋地把残酷危险的战争 讲得无比诱人 致使年幼的格拉西莫夫 对战场和战争心持神往 少年格拉西莫夫 管二战叫伟大的卫国战争 认为击败德国纳粹的 不是英美等盟国 而是祖国苏联 他还坚信苏联击败的德军数量 是其他国家的三倍 以及认为二战前几年 是苏联独自在抵抗德国入侵者 他这些根正描红的思想 基本来自他叔叔的馈赠 少年时期的格拉西莫夫 有两大爱好 读书和参军 为了同时兼顾这两个爱好 他如饥似渴地 阅读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作品 为啥是这个人呢 因为西蒙诺夫 是一位诗人兼剧作家 更重要的还是一名战地记者 他用优美的文学方法 描述残酷的战争 其作品既鼓舞了战场上的士兵 也激发了格拉西莫夫 这些小孩对战场的渴望 11岁那年 在西蒙诺夫的影响 和父亲的支持下 格拉西莫夫向喀山苏沃洛夫军事学校 提交了入学申请 结果遭到校方否决 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4年后15岁的格拉西莫夫 再次提交申请 这次他被成功录取 多年以后 他在苏沃洛夫军校的同学回忆说 格拉西莫夫非常勤奋好学 印象中 他总是躲在成堆的军事教科书里面 或者跟老师争论军事战术 因而在课堂上老师也喜欢向他提问 问一些全世界的老师都会问的问题 比如 格拉西莫夫同学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其他同学回忆称 那时候格拉西莫夫 跟所有的青少年一样调皮捣蛋 记得他曾在三八妇女节 给男老师送上赫卡 并祝他节日快乐 很难想象多年以后 他会变成一个僵硬而严肃的将军 1973年 格拉西莫夫以游异的成绩 从苏沃洛夫军校毕业 接着又顺利进入 喀山高级坦克指挥学校继续深造 这所学校的师生后来回忆称 格拉西莫夫完全是个学霸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 俄国历史上著名军事理论家的著作 他的战争观在此期间得以塑造 40年后的格拉西莫夫 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总参谋长 在主持会议的时候 那些军事理论家的原话 他能脱口而出 这就提升了他讲话的专业性和理论深度 因而在下属眼里 格拉西莫夫不像其他军官那样 给人留下一届武夫的印象 1977年 格拉西莫夫从喀山高级坦克指挥学校毕业 此时冷战已经进入后期 经过前面几十年的追逐打闹和疯狂试探 美苏两国已经确定不会发动战争 更不可能发动核战争 因为彼此都扛不住内天崩地裂的后果 但是对抗还得继续 因而苏联对美国的战略发生了转向 利用一系列非战争手段去对付美国 比如伪造和传播假情报 资助武装反对派组织 在他国培养亲苏的代理人 以及窃取美国机密的各种间谍活动 其目标是多角度多层次削弱美国 并破坏美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以及在北约内部制造矛盾 就是在这样的冷战大背景下 22岁的年轻毕业生格拉西莫夫 被派往波兰的北方集团军服役 他首先从坦克排长做起 后来升任坦克连长 那一刻他热泪盈眶 因为自己终于到达了他叔叔当年的位置 再后来他做了坦克营的参谋长 那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苏联克格勃 都在波兰疯狂活动 最终苏联人以失败告终 美国人的方法是砸下大笔资金 给波兰的反苏组织 给他们提供宣传材料 搭建电台 协助制作电视节目 成功把反苏的团结工会 送上执政党的位置 该党派最终推动建立波兰共和国 格拉西莫夫曾面临带兵 镇压波兰人的任务 但最终苏联人被迫撤走 这段经历让格拉西莫夫无比感慨 不对称战争的概念 已经在他脑海中出具雏情 因为在他看来 美国人没有动用军队 却在波兰击败了苏联军队 离开波兰后 格拉西莫夫被派往远东军区 那个军区距离日本闸黄岛400英里 跟首都莫斯科相距5000英里 远得像是驻扎在火星 结束了遥远的远东磨炼 勤奋好学的格拉西莫夫 于1984年进了 马利诺夫斯基军事装甲部队学院 这所院校培养苏联和华约军官 指挥装甲和机械化部队 格拉西莫夫在里面学了三年 1987年毕业后被派往爱沙尼亚 担任波罗的海军区 第144禁卫摩托化部枪师的总部主任 这段服役的日子也非常特别 因为那些曾受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 接二连三发生巨变脱离苏联 1990年3月立陶宛独立 1990年5月拉图维亚独立 尽管每一次苏联人都派兵镇压 但最后都惨淡尴尬地收场 当1991年8月 爱沙尼亚宣布独立时 格拉西莫夫依然在内里维护苏联残存的影响力 而且他还在1993年升职为师长 没上战场却升了职让他感到惭愧 作为师长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居然是监督部队从爱沙尼亚撤回苏联 而且一部分武器装备被当地人缴获 这让他更加觉得惭愧 可以说格拉西莫夫是怀着惊恐的心情 亲眼目睹了苏联帝国的崩溃 1991年的12月25日是那一年的圣诞节 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 第二天苏联解体 意味着美国在冷战中击败了苏联 但是年轻气盛的格拉西莫夫很不服气 每当他在台上跟听众们谈起这件事的时候 认为美国不是通过真刀真枪的斗争赢得了冷战 而是利用秘密颠覆手段 操纵东欧各国的民众针对苏联 还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毒刺导弹和爆破技术 协助他们骚扰苏联军队 冷战失败对他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 他对于这个话题的结束语 永远都是希望俄罗斯军队以后吸取教训 然而在已经持续了两年的俄乌战争中 美国又通过类似的方法对付俄罗斯军队 这对格拉西莫夫来说 妥妥的是噩梦重演 俄军的每一次实力 都让他在历史和现实中痛不欲生 毕竟自己苦口婆心提醒了那么多次 可结果呢 苏联解体后 先后有14个加盟共和国转身离去 没几年车臣共和国也未经许可谋求独立 俄罗斯不能再放任这种随意分家的行为 车臣的重要性也决定了此事没有商量的余地 俄罗斯派兵打响了第一次车臣战争 格拉西莫夫便是第一批被派往车臣的军官 车臣游击队熟悉地形 精通伏击战和定点暗杀 而俄军将领自大又盲目乐观 没把那个弹丸之地放在眼里和脑子里 带着一帮缺乏训练的士兵进入车臣 这些士兵战斗力不在线也就算了 还喝酒吸毒倒卖军火浑身是毛病 双方交手后连续失败伤亡严重 他们最终给酷爱征战讨伐的俄罗斯人民 交上了惨败的打卷 此时格拉西莫夫的职位是北高加索军区第58军参谋长 58军总司令是号称屠夫和车臣诅咒的弗拉基米尔沙玛诺夫将军 此人因为残暴而声名在外 他打仗时毫不在意平民的死活 只求一个达到目的 但事务都有两面性 残暴的另一面是高效 沙玛诺夫的确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后来还因此竞选州长成功实现转型 格拉西莫夫也在这个过程中受益 他的档案中记录了不错的战绩 并在2000年的第二次车臣战争中 顺利从沙玛诺夫手里接过了58军的指挥权 全权负责这场熬人的战争 当格拉西莫夫能独自做主的时候 求学期间大量积累的经典战术理论 争先恐后从他脑海中冒出来 他着了迷一样趴在地图上 研究部署每一场战斗 将那些俄罗斯军事专家的伟大理论 运用于实战当中 当年俄罗斯政府为了平息外界的质疑 和强化舆论宣传 曾让指定的媒体进入车尘 跟随俄军一起行动 图夫沙玛诺夫经常跑到摄像机前 口落悬河混得脸熟 因而战后成功当选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的州长 但是格拉西莫夫几乎从未出现在镜头中 他故意躲避记者和摄影机 他就是这样一个低调的人 低调到以至于 现在外人都不知道他本人在哪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欢迎任何针对本期内容的评论和分享 关注局势军 让我们共同进步 感谢观看 编区 il我们的关注 我们的关注 我们着急下定的评论和分享 我们一起时教和分享 我们转发举到这 我们将有任何的评论和分享 那么在心里 我们下定的评论和分享 我们散播 和不能再联续 期间 我们将生论和分享 我们将带争正在 您敢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